第五集 得到了大Alice号上医生夫妇的帮助 乔西的伤势逐渐好转 在治疗室 他见到了同样接受治疗的冰冻人鲍勃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偷偷向雪国列车传递着消息 装有纸条的小瓶几经转手 到了莱顿的手中 纸条上的内容是 叮咚人在做准备 威尔福德有动作 支撑着他意志的正式 与雪国列车上朋友们再次重逢 参加完卫星连接仪式的威尔福德 回到了大Alice号上 虽然人回来了 可是自己的活儿还在情人奥黛丽那里 但两方人却有着各自的小算盘 威尔福德给奥黛丽写了一封信 要他在穿越布达拉宫时共进晚餐 奥黛丽和大家商量一番后决定赴约 只有接近对方 才能搞清敌人的情况 很快 奥黛丽一身盛装地向着大Alice号走去 白花花的后背 引着一群屌丝口水直流 此时医生夫妇正在给乔西医治皮肤 威尔福德的助手通知他们 行动今晚进行 但乔西紧张却犯了病 呼吸困难 意识模糊 在冰冻人的安抚下 他渐渐恢复平静 当乔西问起威尔福德的计划时 冰冻人却并不敢如实相告 看样子 他应该也是受到了威尔福德的威胁 大胡子派克在酒吧交接秘密情报 可纸条刚到手 后面的LG一棒就将他敲晕过去 这稳弱的小闺女竟成了保洁元的头号打手 虽然车尾人已经成功起义 但保洁元却还认为自己是三等车厢的老大 他不允许大胡子这样的人出现在自己的车厢内 这次只是给他一个警告 莱顿喀巴喀巴地用钉书器 帮大胡子缝合了伤口 这还真是简单粗暴 他准备亲自处理这件事 来到保洁元车厢 这干巴巴的老头果然并不把莱顿放在眼里 莱顿从身后拿出一袋文件 这些都是保洁元干过上不了台面的勾当 抢劫 贩毒 敲诈 真没看出来 他还有这样的黑历史 看到这些材料 他却并不慌张 因为他知道莱顿安插在大爱的四号上间谍是谁 他威胁莱顿 再找自己的麻烦就将间谍的事捅出去 莱顿值得兴兴离去 在老婆的鼓动下 莱顿受一大胡子去解决这个潜在的危险 三等车厢很快就迎来了一场腥风血雨 派克拿着刀出现在保洁元面前 他要与保洁元来一场面对面的生死较量 暴风骤雨般的战斗并未持续太久 干瘦的保洁元自然不是派克的对手 最终死在了派克的手中 解决了对手的派克剃光了头发和胡子 也许他想以新的方式面对今后的生活 梅莱尼为了大家重回陆地的壮举 让很多人都转变了原本对他的坏印象 但火车操控室内的工程师却愁眉不展 那颗发射出去的气球 始终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研究站的信号 难道梅莱尼出了什么意外吗 此时维尔福德正在和奥黛利欣赏着 窗外铺满鸡血的布达拉宫 昔日宏伟的宫殿 映照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落寞 人类的影子已经彻底从这里消失 随之而去的还有城市的文明与繁华 但有美人相伴的维尔福德 热情却丝毫未减 他提要在这如化的美景前畅饮一番 说着便起身去拿酒 奥黛利等的正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迅速在通讯装置前做了一番手脚 但随后而来的威尔福德却貌似有所察觉 乔西正在准备又一轮的直皮手术 为了获得更多的消息 他偷偷将医生递给自己的麻醉药吐出 对一切却没能逃过冰冻人的法眼 乔西忍着剧痛 听着医生夫妇的对话 今晚雪国列车上潜伏的修理工就要开始造反行动 这么重要的消息 一定要马上通知莱顿 手术后 乔西将信息藏好后 冰冻人却出现在自己身后 但却并未将他告发 消息依然顺利地送了出来 就在莱顿以为大事不妙时 分散在车厢四处的修理工们 纷纷被一个神秘的人杀死 鲜血四溅 车厢内弥漫着血腥的气息 连接两列火车的大门即将关闭 而奥黛利却似乎被威尔福德收买 由于片刻后 他并未走向通往雪国列车的那扇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多多点击右下方的订阅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